来自贵州省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昌秦 是一位依托特色竹编技艺带领乡亲 致富增收的飞仪传承人 做好飞仪技艺传承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一直是这位90后代表最关心的事 今年他又带来了哪些建议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今年带了就是卢州道中医的这条高铁 高速铁路的加快修建的一个建议 因为不然是我们要发展产业也好 要乡村振兴也好 这是一个基础的设施 然后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行程 还有一个就是飞仪的传承和保护 发展的一块建议 今年两会开幕前正好临近开学 杨昌秦专门到贵州省赤水市 大同镇的赤水市第五中学 了解双检后学校特色社团的发展情况 走访中杨昌秦了解到 飞仪进校园在丰富学生客余生活的同时 也为飞仪文化开辟了保护和传承基地 杨昌秦认为 推进深度的飞仪产学研 让技术过硬的民间手艺人走进校园 乐于学习飞仪技艺的学生深入产业基地 做强文化品牌和产业 才能让飞仪得到更好的传承 在这一年的调研中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的传统产业 手工产业它并没有真正正正的形成产业 形成品牌 我们也可以走进学校的这种特色手工课堂 学生也可以来我们基地里然后做这种研学 让更多的人从小孩学起嘛 飞仪技艺 既是文化又是产业 在特色竹编技艺的带动下 当地友上千位老乡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 调研中杨昌秦还发现 竹编手艺人大多只是通过加工产业获益 收入相对较低 产学研基地建设一头连着飞仪文化传承 一头推动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希望国交交到这一块的扶持 从人才的培养方面 然后产业的衔接方面 然后还有就是深度的进行产学研政策 然后资金的帮扶上 还有以及当地的老百姓和我们的这些 带头人的共同努力下 一起来导致我们的美丽乡村